嗯 好 那首先我们就开始讲 那我我是Igu 我是Igu 大概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那这次为大家准备的线上课程水 CAD的部分 然后比较是做动态图块 那为什么要做动态图块 动态图块当然主要是可以让你 更方便以外 主要是它可以更好管理 当然动态图块你要做的好 你要先知道你需要做什么事情 还有什么呢 这个图块你要 它能够给你产生的效益是什么 所以你要先很清楚 知道到底做这个动态图块呢 可以带来给你什么样的效益 比如说呢 我今天做一个东西我做门 我每次每一个尺寸都要改 那是不是九九十公分的门 我就要做一个图块 八十公分的门就要做一个图块 那是每一次都很麻烦 都要做一个图块 那我图块就好几个 怎么说呢 我们做试炼式厂长会来碰到这几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了 在动态图块 假设你不做动态图块之前 你针对每一个门具 然后呢 每一个墙后 你要做什么 不同的制作 比如说好 我今天这是一个图块 我把它呢 一样 我先复制一个出来 那指令的部分 大家都会说 我就不记 我就不太细讲 那复制一下CO CO 把它拖过来 好 这个呢 一样 你就必须要先干嘛 先把它塞进来 然后呢 你就发现 这边 哇 还行 但是你发现厚度 长度也不一样 厚度也不一样 排起来 你还要先移动一下 那这件事情 很麻烦 你每一个都要移动一下 天哪 移动一下 不到等你移动完 你的老板应该就差不多气完 所以一样 这件事情是很没有效率 而且呢 你每次都要特别去做它 它要拖过来 然后呢 半斤要稍微改一下 有时候懒得改就直接这样 有时候就不好看 然后呢 这边要稍微移动一下 稍微移动一下 好 然后呢 厚度不对 就就边边骂 边画 就边边骂张画 哎呀 为什么那么辛苦 为什么当初要画 要做这一行 是不是 这是我讲出各位的心声 然后呢 就开始 哎呀 当时 哎呀 就很多的很多的心中 非常多的OS 好 玻璃讲完了 发现还没做完 你看像我已经包围一轮 还没做好 然后呢 你看这边又差一点 又再移动一下 当你全部做完了 全部弄完了 你就发现 天哪 这件事情有够没有效率 而且动到最后你根本不想做 只有一个哦 这是什么 门锯80 那如果呢 90 你还在做一个90 如果100呢 你要在做一个100 那如果呢 120 你就要做一个120 这个是什么 10公分的墙 所以呢 你光这个10公分的墙 你就要做 123 4个图块 好啦 那如果呢 今天你家里好时不时呢 你家里的墙非常多 又给你什么 15公分的墙 那你厚度要再调一下 又做一个图块 你要一直调图块 然后呢 每一个图块你都要调 发现 当你的门锯越多 type的门锯越多 你的墙后的门 墙后的type越多 你发现 你会做10 我光门锯 80 90 100 120 然后呢 后 墙后10 15 20 30 我还没有换算其他的 你光这16个 你就要做一半天了 是不是很麻烦 有认同的 帮我刷一排1 你就会发现 这件事情 非常非常的没效率 你每做一个type 就做一个图块 你到时候 你的图块 有没有 插入的时候 超级多 你要呢 还要找type 到底是门锯80的厚度 81个type 插入 然后呢 门锯80的墙后 15的插入 所以呢 你光type 只有16个 你光做 这件事情 就花你一点时间 当你在应用的时候 你在插入的时候 你光找 就要找一些时间 这件事情呢 是非常非常 没有效率 所以呢 才会需要做图块 各位同了吗 不是 所以才会需要做动态图块 图块虽然可以很方便 可以让你一个改 全部改 但是针对在室内 室内设计 应用的部分 就发现 其实呢 你发现 如果你有去现场 丈量的话 你就会发现 有时候呢 真的是 不是像你想的 说都那么顺利 有时候就真的就是 就是差那一点点 你就要从 你就要 就要重新做一个图块 那你要管理图块 就很辛苦 这件事情呢 做原件 就会非常没效率 我现在只是 只取重一些些 那如果你还有 其他的子母门呢 还有其他的窗户呢 你是叫做一堆 然后你光做图块 你这个两天 就要加班 所以啊 我们做事 让它有效率一点点 我们让它 可以有变化性一点点 所以呢 才要动态图块 那动态图块 就是希望用一个 解决这些事情 我不需要去 针对每一个门具 跟每一个墙后 做一个图块 不需要针对它 做一个专门的图块 给它专门用 这样对来讲太麻烦了 所以呢 我做一个图块 可以符合这16个 甚至更多更多更多 这样子你在做事情 就会比较有效率 那因为这样子的原因下 所以呢 我们才会想要去把图块 变成动态图块 让你除了图块以外 有更多的延展性 跟更多的什么 调控性 可以应付你未来 不同的专案 还有不同的属性 来去做调整 所以呢 动态图块 才会降变延伸 各位懂 所以呢 动态图块 你要先了解 为什么要有动态图块 所以呢 动态图块 一定是 它会被重复 做好几次的那个动作 比如说 门具是会改变 所以呢 门具你要让它什么 活络嘛 对不对 所以你要先把门具 可以什么 让它可以松动 我至少在调门具的时候 不要只有八十九十 我可以自由拉开 是不是就很方便 对不对 那我如果在调厚度的时候 我是可以不用 一定要十 一定十五 我可以选到什么呢 我可以干嘛 我可以选择自由调背 我的门的厚度 这样子 光门具 你可以自由调动 光厚度 你可以自由调动 这六个 是不是就可以很快的被应用 对不对 各位 有认同的 帮我刷一排零给我 谢谢 OK 所以呢 我们了解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所以请各位 我们就要开始知道 你做动态图块 什么东西你要被制作起来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画的门 这是比较简单粗糙的门 那这个是门板 那我就不 我就不从头画 因为这个你们都会画 你们回去自己画就好了 那你这个尺寸都不用太精准 你自己知道就好 只是为什么要放这两个门档 是因为呢 这边倒是要卡在什么 卡在那个 这个上面去 到时候它会是直接 如果你做好 就直接干嘛 硬卡在这上面 你就会很方便 要让硬卡在这上面 OK 那这个尺寸应该不是它 这是它的 那就硬卡在上面 你就会比较清楚 就会对得起来 这一件事情我们要先做一下 所以呢 门的画法 我相信我不需要再教了 各位一定都知道 门框 好 那门档 然后呢 门线 然后门 然后这是把手 内外开 OK 这个我就不另外做 所以呢 你们回去再自己做 你们回去再自己做做看 OK 好 那我只针对动态图块 说怎么来做 来 我们就再来直接进入动态图块 好 那我们的 我们要进入图块之前 我们要先思考一下 我先把这个删掉 这个不要了 我们要先思考一下 我把它移到下面一点点 复制一个 移到下面一点点 这是原型 我们先放这边来 可以看一下 以动态图块来说 如果我们要完成 完成这些任务 我们是要先让它什么呢 什么可以 Asobe可以放开 至少这个门的距离 我们可以自由移动 对不对 我可以自由这边拉 它就可以聊它的门距 对不对 它就可以把门距拉 自由移动 对不对 这件事情要先做到 对不对 有认同的帮我打一 对吧 我要做动态图块之前 我要先了解我的需要 所以以这样的需要 我是可以知道 这样的需要 我是至少要先把这一个 这一个可以让我自由往左边 或者往右边拉 是我可以解决什么 门距的问题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什么 我还要可以干嘛 我还要可以让它往下走 对不对 因为这样子我才可以 解决什么 墙后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要做一个 很好的动态图块 以现在这个范畴来说 门来说 你至少要先完成 可以让它自由往右边走 自由往下走 我就可以做到什么 门距可以被我解决 门还有什么 墙后可以被我解决 这件事情就可以很方便了 那如果可以再好一点呢 有一些门会靠左边 有一些门会靠右边 所以呢你可以让它什么 你可以用一个按钮选择 我要从左边 还是要靠右边 对吧 那这样是就很方便 那还有什么呢 有一些可能进门在这里 有一些可能从这样进来 有一次从这边进去 所以可能门的上下位置会转变 所以你至少也要符合什么 可以做到这样吧 至少可以做到这样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如果好的门 还不错的门 你至少可以拖到 往右拉 往下拉 就OK了 再不错一点 你还可以做到什么 可以把什么 这个两边对掉一下 这个上下对掉一下 是就很方便 对不对 如果我完成这四个门 其实我只要做一个 这六个就全部都可以 这十六个是全部都可以吃掉了 对不对 有认同的帮我打零 好不好 有认同的帮我打零 所以呢 我要先去知道我的需求 我的需求在哪边 我知道之后 我针对需求呢 去做什么 变化 针对需求去做什么 精进 那这样子这个图块才会符合我 那这样子这个图块 你才可以用得久 而且你能够去编几号 这时候来了 我就直接把这个图块 就直接干嘛来做了 我们就开始来制作了 放这边 这边还有 好 那要做成动态图块 没看到 它叫做动态图块 它还是图块 所以呢 它还是在图块的下面下操作 所以呢 不管你做的怎么样 它还是图块 所以第一件事情 你还是要跟他讲 拍谁 我要选起来 全部选起来 我还是要跟他讲 我要建立一个图块 建立一个图块 然后跟他讲 他叫名称 给他什么 叫动态图块 动态图块 好 那你也可以讲 这是门的动态图块 OK 如果你在你公司 你想要凸显 这是我做的 你可以打IGU 如果没有 就直接门就好了 看你自己 好 那点选点 我会建议各位 你的点选点 这个不要乱设 因为这个会装入到 你插入点在哪边 所以你点选点 也要请各位 帮我放在这个地方 因为这边是什么 要接墙壁 对不对 所以呢 你把它拆来这个地方 OK 好 它就你的点选点 好 那选取物件呢 一样 把这个物件全部选起来 好 按一下空白键 确定 再按一下确定 OK 到这边应该 大家都没有问题 对不对 到这边 大家应该都没有问题 到这边OK OK的 帮我刷一排E 帮我打E 这边应该都没问题 大家都会 那一样 我图层赛 换成0 好 这时候呢 你要开始去调整 你的动态图块 所以呢 一样 你还要双点进去 然后跟他讲 图块叫动态图块 这你们确定 好 来咯 这边才是 真正你要调图块 的时候 然后你进来图块 这叫做图块编辑器 那要跟大家讲 等一下呢 会一直切换什么呢 测试图块这个按钮 因为你做了 你要测试一下 所以你要跟他讲测试按钮 他就弹出一个视窗 跟你测试一下 如果测试OK了 你可以关闭测试按钮 所以等一下 测试图块按钮一直按 然后呢 这边一个取消按钮 你会一直按 所以等一下你会一直切来切去 一直看来看去 好 这叫做我们的图块的基本形式 好 我们要先跟他讲 我们要先解决什么事情 我们要先解决第一件事情 什么呢 我们要先把他什么 至少这个方向 我们要什么 至少把他放在下面 至少这个X轴的方向 我们要能够拉扯它 可以自由移动 所以这件事情怎么办 所以呢 请各位 第一件事情 你要跟他讲 我要参数 因为你要让他移动 你要让电脑知道说 我要让他移多少 可以跟别人一起 一起动 那个距离就很重要 所以呢 你要先选到参数 跟他讲说 我要一个线性参数 从哪里到哪里呢 我会建议你 从这里 这个点 因为呢 这个点会关乎到他的半径 这个点会关乎到他的半径 所以这个是同一个半径 所以呢 你一次 这个距离 可以控管这三个东西 所以一样 你从这里 拉过来 这里 这个点 记得在这里 好 点下去 可以把它拉出去 会一个距离的钮 当你延伸出距离之后 会有两颗按钮 会有两颗按钮 一个是往左 一个是往右 OK 这叫做距离 好 当你做好之后呢 你可以双点两下 好 跟你讲 你要输入什么动作 所以呢 你现在就是要设定这些动作 把它设定完之后呢 让下一根 或者是让你做起来比较轻松 所以让 你要跟他讲 我要用什么 我要把这一块可以拉到旁边去 所以我要用拉伸 好 点他一下 然后跟他讲 你随便把参数点放在这个地方 好 他会跟你讲 指定框架的第一个焦点 这个是什么 框架的部分 你可以从这边拉出来 食指按住不要放开 做大一点 好 再就在这里 因为呢 点一下一下 这一块是我要应酬 要应用的范围 那物件是谁呢 是指这一块 好 然后呢 记得哦 我把它选到了之后 包括这距离要选到 那记得这个 这个这个门框线不要选到 所以你要把它反选 做完之后呢 按一下空白键 Enter 空白键下去 你就发现 他就会多了这个按钮叫什么 延伸 叫延伸 好 你注意看一下哦 有了这个按钮之后 你随时可以做测试 一样怎么测测试呢 你可以把滑鼠移到这个 图态编辑这边 有一个测试图块 你看一下 而且弹子的视窗 没有那这上面 你点他一下哦 没有那你没有看到箭头 你可以往这边拉 没有那 他就会被什么被拉 没有那这一块就被拉出去了 所以呢 你可以解决什么事情 门档可以往左往右拉 ok那你就发现 这个是你的箭头 但你就会发现老师 我如果放这边 可是我的那个墙角在这边 我要在这边怎么办 我到这边 我到时候根本吸不到墙角啊 怎么办 我的墙角在这里 我要怎么让他吸到我的墙角 我移动是在这里 但是墙在这边 我根本吸不到我的墙角怎么办 没有关系哦 好 这个时候你觉得 至少他有可以让你拉伸 只是说有一些东西需要改变 有什么要改变 这个位置要改变一下 如果这个位置放在这里是更好 拖到这边去吸到点就到了 还有什么呢 这边有一个箭头 这两边都有箭头 两边都有箭头 感觉不太好 所以我选到他就好了 所以一样 等一下呢 请各位呢 如果你发现有一些错误了 你要再回来去跟他讲 你要跟他讲 我要测试 关闭测试图块 好 你关闭一下 他就会回来这个视窗 这时候怎么办 你要跟他讲说 这个拉伸 这个拉伸 你要稍微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拉伸 我要往这边拉 但是 但是 那个拉伸 那个拉伸 请你把这个点 把它移到这里来 所以怎么选 一样你用窗选 从左边用右边 蓝色的框 你不要用下面这样绿色 或全部 你选到这一个 让他只选到这块 然后呢 把这一个拖过来 当你到时候只会吸到这个点 OK 还有什么呢 因为这边有两个 这边会有两个箭头 因为一般来讲 我们人看到箭头 你会看到有他 你会想往这边拉 你会想这边拉 但是我们希望他只要往这里拉 所以呢 你刚才讲 箭头只要出现这个就好了 所以你可以点一下他 跟他讲 点到他 跟他讲 我的侧点 所以对他点右键 找到一个侧点显示 然后让他讲 他只要一个就好了 不要两个 显示现在是两个 所以他两边都有显示 我只要一个就好 一个就可以了 只要显示这边就好了 好 你再按一下什么呢 测试图块 你就会发现 再来测试一次 点他一下 你会发现 哎呦 是在这里 如果这边是墙壁 假设墙壁现在这边 我就可以直接从这边拖过来 视野一样 就很方便 所以呢 光现在你就可以解决什么 门档可以变场的问题 讲到这里有听得懂吗 还可以接受吗 OK 还可以 可以吸收吗 可以的帮我打OK 讲到这边还可以吸收帮我打OK 可以帮我打个OK 那基本上你按部就班做进 那你应该也可以做了 所以OK就OK的帮我打OK 好 所以呢 你就发现 现在你可以跟他说 这一个这一边的长度 由这个点来控制 那是不是他也要被涨 他也要被涨长长长 他涨长了 是表示我的门也要变大 不然呢 他长一个人长长 这个都不长长 那我的门到时候不是关起来就有缝吗 所以一样 你就要跟他讲说 我这里长长了 这边也要跟着长长 好 这时候因为呢 你就要跟他讲 我这边也要变长 这时候怎么办 你要跟他讲 我要给一个动作 叫什么 你再回到动作的面板 跟他说我要拉伸 拉伸谁 拉伸谁 他问你选取参数 是这个 你要先选到这个参数 因为呢 他们都是吃这个距离 从这边到这边距离 如果你把这边拉过去了 是距离就变了 这边变了 如果他这个长度 吃他的距离 是他也会变 所以你要跟他讲 参数是他 OK 那第二 那个输入点就放在这里就可以 这个方向同一个方向 好 他跟你讲 框架 你就从这里 食指放开 食指不要放开 点一下 然后到对角线再放开 OK 再点一下 这样就做 这是什么 他应用的框架 再跟他讲 我从这里 这几条线是要被我拉伸 然后呢 记得 这一个要返选 他不可以被拉伸 好 做完的时候 请你按下 选取OK 选完 按下空白键 确定 这边就会多一个什么 拉伸按钮 好 这时候你发现 他可以往这边拉 他也会变大 注意看一下 我测试一下 来我们来看一下 点他一下 拉 他确实有动 只是说他动的方向 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他的动的方向 我们应该是要让他往上走 但是他现在是往我的画面的 左手边走 这时候怎么办 我要让他限制一下方向 所以你可以关闭一下测试图块 然后跟他讲 因为这一个拉伸是指这一块 所以你碰到他 他会跟你讲是哪一块被拉伸 碰到他是指上面这一块被拉伸 所以你要跟他讲 这个 我要做一点调整 所以你要把那个定义属性打开 所以你要把那个属性性面板打开 如果现在看不到 你可以按你的Ctrl加那个数字的1 Ctrl加那个数字的1 就是你的键盘的那个 拨扑扑扑扑的拨 还有那个惊叹号 那个1 你跟他讲说 现在的角度是0度的吗 他现在只会往0度的角度去做拉伸 但是我们不要从0度 我们要让他从90度上去拉伸 所以呢 跟他讲 我的角度 你只能帮我限制在90度 OK 做完了 就做完了 按XX 按下Enter 这样就做完了 按XX 好 我们再测试一次看看 你会发现 点他之后 哎呦 这样在这边 就可以拉出 你没有 他可以往上90度 就可以等比什么 我往左拉多少 我上面的门就往上拉多少 这样子是就可以什么 很随意的什么 可以拉扯 对不对 是可以拉扯 是不是可以拉扯 讲到这边听得懂的 再帮我打 OK 再帮我打 听得懂 再帮我打懂 再帮我打懂 OK 听得懂 帮我打懂 OK 好 你发现了 这件事情 发现都OK了 都过去了 都已经可以动了 但是唯独什么 唯独什么 这个线没有跟他一起变大 对不对 这个线 这个虚线 这是我们的门挡线 他应该要沿着 假设我的门 门变大了 他是要沿着我的这个门挡变大 所以呢 以这个虚线来说 他是要应该要什么 他要缩放变大 对不对 他要缩放 然后并且变大 所以呢 这时候你要干嘛 你要跟他讲 他也需要缩放 好 这时候你要跟他讲 我还需要一个指引 叫缩放 叫比例 他缩放叫比例 比例 点他一下 他跟你讲 参数是谁 还是他 然后呢 选取物件 就是他 OK 然后按下空白键 他就多一个什么 放大的什么 比例的参数 好 这个时候呢 你再一下测试 我们来试试看 你碰到他这个点 他就会瞬间一起放大 他是这个放大的参数 是依这个距离 如果这个距离被改变了 当然就他放大就被改变 那这个距离是依谁在调整 是这个箭头在移动 所以呢 这个箭头拖了 当然上面的也会往上扳 这边曲线也会往外扩大 所以呢 可以完成做到什么 我们至少可以做到什么呢 我的长度是可以OK了 这个阶段是可以很任意的调整长度 所以我的门距 门距这时候就可以被什么 就可以完成 就可以被制作完成 而且什么 任意的改变 然后大小也可以任意的调整 讲到这边还算听得懂吗 听懂帮我答一 可以哦 会不会太困难 很简单吧 简单的帮我答简单 所以呢 你只要按下几个按钮 做上几个按钮 你就会发现 哎呦 人声就变不一样了 OK 所以那你就透过几个按钮 让他拉扯一下 让他变动 连动一下 你就发现动门距的部分 你就可以很随意的什么 去做调整 好 我们来关闭一下 好 我们来关闭一下 好 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关闭图块 先关闭一下图块 好 让他存起来 好 这个图块是他 对不对 好 我让他插入一下 插入一下 插入一个新的东西 动态图块 一样我放到这里来 我插在这边来 是不是也很方便 这边点他 我就可以干嘛 移动 这样吸就吸好了 我这边也一样 插入一个 插入一个 从这里放在这边 好 如果不够呢 就直接往这边吸过来 这样就做好了 所以每一件事情 是就很方便 这边也可以把他 选到这里来 并且干嘛 选到他 又可以吸起来 所以呢 就很方便 你不要那边调图块 他调了半天 然后每一个做的图块很痛苦 这个那么长 一样不管他 吸过来 你看他就会等笔放大 这件事情就超方便的 对不对 有觉得方便的 帮我打方便 好不好 你就发现图块 根本不需要你去什么 调尺寸 你就直接对这个 直接选到点 这件事情就完成了 那还有什么呢 你就发现 厚度是不对 厚度是不对 如果今天这是10公分 我的厚度也不能改 所以下一个部分你要改什么呢 你要改的是 这一个图框的 这一个动态图块的厚度 可以任我改变 所以呢 你可以在干嘛 双点进去一下 双点两下进去 再进去图块里面 跟他讲 我这边OK了 但是我的厚度需要再重新做什么 定义 所以呢 一样的方法 一样的逻辑 请你干嘛呢 再跟他讲 因为我的厚度需要一个尺寸 我需要跟电脑讲这个厚度多少 以这个厚度来去做更动 所以我要跟他讲 我要给他一个参数 刚才讲 他叫线性参数 从这个点到这个点 这叫厚度嘛 对不对 往外拉一点点 这叫什么 距离二七 叫做厚度的意思 好 因为呢 我们只要往下啦 我们不需要往上啦 所以要你可以点他 并且刚才讲 我的侧点 只要一个就好了 保留下面 所以箭头就会往下走 就可以了 好 这时候来 我来看一下 以这个来说 我是不是要做什么 这一边是要做拉伸 我的厚度就会被改变 对不对 所以我就要对他双点两下 我当你做了一个 你就可以直接对他做 但是如果后面 要再多做几个清点 我就直接从这边找 那因为他是新做的 所以你可以直接双点两下 那并且跟他讲 我这一个厚度 我要用拉伸 一样都是这几个清晰在跑 拉伸 好 他跟你讲说 那你要放哪边 你就大概放这个地方就好了 好 第一点放这个地方 他问你框架哪边 你就从这边框上来这边 但你不要框全拨 因为他的受用面积就到这里 包括这个字 所以就把它放在这边 OK 点一下 这是他的作用范围 然后呢 物件是谁 谁要被拉伸 这几个要被拉伸 OK 所以什么 123 还有什么 这些就要被拉伸 做完按下什么 空白键 他就有多一个拉伸的动作 那这时候呢 就发现你可以再去测试一下 好 点到他 有一个箭头 有没有 就可以往下来 有没有 哇 很方便吧 没差方便 好 我们再呢 关闭一下 我们再把图图块呢 关闭 然后并且储存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图块变怎么样子 这个做好了 是可以干嘛 直接看 哇 是很方便 就可以直接干嘛 选到他 这个太厚了 过来 是超方便 是很方便 每一个图块都可以自己做拉伸 可以自己做什么呢 做一些应用 你发现超方便 好 那如果在这里呢 你可以刚才讲 我要插入图块 从这里插入 OK 好 这个刚刚好就OK了 那下面呢 因为这是二十十五 我设定二十五 那这边插入一下 二十 插入这边 你发现不够怎么办 点它 往下拖 然后呢 这边长度不够 往这边拉 这件事情就做好了 对不对 那一样再插入一下 一样跟他点他一下 然后这边呢 点他一下 这边吸一下 整件事情 有没有很方便 是超方便的 有没有觉得对你有帮助 有帮助的帮我打一 有好不好 因为你家的门 一定会有好几个 你不太可能能做 有那么多type的门 那这个箭头 等一下可以删掉 这个箭头不用 只因为我要让大家知道方向 所以一样 你就可以知道 一线在你的动态图块 至少可以完成 往右边走 往下走 有厚度的问题 来看一下 我们再回来看我们的图块 双点两下 进去一下 你就发现 现在至少可以让你完成什么 可以往右边走 也可以往下走 那一样 门还有什么状况 门还有什么状况 是有时候会有左边跟右边 门是会有左边 会有右边 对不对 那其实呢 这个时候 如果你做到现在 你觉得可以用 其实蛮好用 什么意思 我来给各位看一下 有时候再储存一下 一样 现在 如果你不特别设 其实也可以 你按下进射 也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按下进射 中间点一下 是也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也可以左边右边 但是如果今天多了一个按钮 我不需要按下按钮的指令 我不需要按下进射 我不需要按下进射 我只要按下 箭头 它就可以左边右边 这样是很方便 对不对 所以呢 我再让它设计一下 有那个左边跟右边的按钮 来看一下 怎么做 我们再回来图块面看一下 双点两下 好 如果今天我们可以让它说 这个按钮呢 可以左边右边 好 我们就可以干嘛呢 我们可以让它做什么 等一下我们要做什么东西 我们要给它一个参数 叫什么呢 翻转 让它从左边翻转到右边 但是因为它必须要对称 所以呢 你要先给它抓一个什么 对称轴 对称轴 那通常我会习惯干嘛 先抓一条直线 最外边到最多 最外边 这个是它的终点 这个是它的最大范围 对不对 好 我可以跟他讲说 我要下一个参数 叫翻转 点它一下 并且跟他说 我的翻转 要放在中间这个地方 点它一下 拉出去 这叫什么呢 翻转轴心 我的翻转轴心 要放到这边 就等于是近色的轴样 我以这个轴做翻转轴心 会有一个文字 你把它放在这边 也可以放在上面 反正你清楚就好 翻转状态 点它一下 就做完了 它就会多这个箭头 那箭头你可以稍微往上搬一点点 往上搬一点点 OK 这就是你的翻转轴心 好 翻转轴心做好之后 它只是放上去 你要跟他讲 我要定义翻转 所以你要跟他讲 双点两下 对这个文字双点两下 然后跟他讲 他又说选取物件 当然你也可以点一下全部框起来 但是这样有很多时候会有一些问题 所以我会建议各位 直接点下ALL ALL 然后按下Enter 然后按下Enter 然后就选到全部之后 按下什么呢 按下空白键 确定 它就有这个近色的按钮 注意看一下 我们来测试一下 测试一下 这个图块编辑器测试一下 点它一下 有没有 它有这个 它就这个按钮 有没有 你可以左右 有没有 是有一个左右的方向 左右是很方便 到时候你就可以不用自己那边近色 你可以左右 好 那问题来了 我如果现在把这个拉长 你发现 它还在这边近色 你发现 它近色会偏掉 所以我会希望呢 我这个近色肘 现在虽然刚刚是对的 但是因为我的脚 我的长度会改变 所以我希望我的近色肘 永远都是在这一点 跟这一点的一半 所以我要跟他讲 我移动的时候呢 这边移动了 我这边也要跟着移动 并且保持 跟它在它的一半的位置里面 所以你要跟他讲 等一下我移动的时候 你这边移动多少 我直接这边扣零点 我就是他的一半 对不对 所以一样 我们再看一下 这边如果往外拉一公分 那他刚好在他的中间 所以他不用移动那么快 他移动他的一半就好 所以如果往外拉一公分 我这边往这边拉零点 我跟他一样是可以跟他 有一样等距的效果 所以你要跟他讲 我需要移动 我需要移动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跟他讲 我需要再加一个动作叫移动 移动谁呢 移动参数是他 因为这个距离是他 点他 然后呢 点在哪边 从这个点到这个点 他是点在这里 OK好 选取物件你选到谁 翻转 你选到 你选到 AL 然后你选到翻转 也可以选到他 我选到他 好 OK 然后按下Enter 空白键 就做好了 这边就多一个移动的按钮 对不对 好 你注意看一下 记得 你这个移动 你要点他一下 那按住 Auto加 Ctrl加那个数字的1 那刚才讲 这个移动 我的移动的倍数 不要1比1 我如果这边移动 死 他就等距 对不对 我希望他死之后 我这边扣一半 他只会卡在中间的位置 所以我刚才讲 你如果我的点移动了 多少 你帮我直接弄一半 移动去就好了 意思是什么呢 我如果这边移动了 1 我这边就移动0.5 直接扣一半 按下Enter 这样就好了 你就会发现 你测试一下 点他一下 移动 他有缓慢的移动 但是会保持在中间 点他 他有缓慢的移动 他有缓慢的移动 至少呢 他会直接把距离除以2 会直接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怎么样都在什么 中心 他怎么样都在中心 那他的轴心 如果在中心 他的轴心 如果在这个两个的中间 不管你怎么近射 是都可以被近射 没有到 不管你怎么近射 他都是在轴心做近射 这件事情就很方便 对不对 有觉得方便的 帮我打E 我关起来一下 OK 所以你发现 基本上呢 没有那么困难 也没有你想的那么困难 OK 好 也没有你想的那么困难 好 一样 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 关闭测试图块 好 OK 你这样就超壮 我先把那些多余的线删掉 我把这个中间的线删掉 那你看一下 我把它关闭一下图块 让它储存 现在是可以再进阶一点来看一下 这边可以完成 左边右边 可以完成厚度 那现在再进阶一点点 点它一下 是可以左右 左右 左右 或者是可以左右 点它一下 可以调整左右 对不对 等我一下 这边一样 那这边一样 我再插入一下 插入一个 插入一个 一个 插入一个图块 放在这边 好 这时候可以干嘛呢 一样可以跟他讲 我厚度被调整了 我这个宽度被调整了 好 静射一下 静射一下 你可以透过这个按钮 可以干嘛呢 可以左右移动 这样是就更方便 对不对 你就不用调太多 那最后了 最后了 我们是不是有 有左右 那也要上下 对不对 因为有一些人从这边 有些人从那边 所以有可能有上下的问题 所以呢 还插上下 所以呢 我再回来 编辑一下我的图块 编辑一下 现在插什么呢 上下 对不对 所以刚刚一样的东西 我再做一次什么呢 再做一次什么 近射 对不对 所以做一次翻转 我要跟他讲 我再回到翻转这个按钮 跟他讲 我要以这一条线的中点做翻转 OK 好 那翻转的按钮放哪边 放在这里 OK 好 这边是翻转的按钮 你把它拖到中间一点点来 可以直接对他拖到中间 这个地方 OK 好 就以这个来做翻转 好 那一样 这时候呢 你就按按下什么 双 这时候可以按双点 你可以按下什么呢 动作 跟大家讲 等一下你叫做翻转 一样 这时候你双点它两下 记得双点它两下 双点它两下 然后呢 选取物件 因为全部翻转 要选到ALL Enter 它就全部会被翻转 按下空白键确定 好 就做好了 我们再测试一下 点它一下 是不是可以左右被翻转 好 往下是也可以往下被翻转 那如果你移动了呢 比如说我左右移动一下 好 看一下 有发现 哎呀 它有这边动 但是它没有往这边移 这个怎么办 你还要再为这个添加移动的指令 希望它可以跟它一起移动到这边 所以呢 你还要再关闭一下 跟大家讲说 我要再为这个添加移动的指令 所以一样我要再添加移动的指令 所以添加什么 移动的动作 跟大家讲 谁是参数 现在变它是参数 因为呢 它希望厚度可以移动 所以它是参数 好 确定 动一下移动 它是参数 基准点是谁 是它 好 然后呢 物件是它 好 它也要 它要被移动 全部都被移动 好 确定 然后呢 这时候干嘛 就做好了 然后按下测试一下 来看一下 它可以移动 这边有对了 OK 好 那这边有移动 它有一起被移动 但是呢 它移动的速度太快了 所以你要跟他讲 这两个移动 我要慢一点点 0.5倍就好了 所以呢 你要跟他讲 我要关闭测试一下 这一个 跟这一个 这两个翻转的动态 一样 你要跟他讲 按下Ctrl加1 跟他说 他都要0.5倍 所以你要跟他讲 选到他 稍微等他一下 然后移动一下 稍微选到 选到他一下 然后呢 稍微移一下 动一下 我选到太多东西 选到这个移动 移动在哪里去了 这边 我的移动 这边 你要跟他讲 移动 并且跟他说 我要0.5 老师呢 这边移动是0.5 OK 好 那你就会发现 我这里移动 我这边的移动 只有移动它 没有移动到它 怎么办 你可以干嘛呢 再跟他讲 我要删掉 因为我刚才只有移动 这一个 但是没有移动它 所以你可以跟他讲 我要重新再一个移动 并且谁 他 还有谁 点在哪边 要移动一下 参数是谁 他跟他 然后呢 按一下 确定 然后呢 选动一下 按摩托里好 动一下 移动 然后参数是他 然后呢 点在这个地方 谁呢 谁要被移动 他 还有他 他就变量了 按一下 确定 然后这边 记得要再点一下 Ctrl 加1 让他跟他讲说 这边只要移动 0.5 就可以了 这件事情 就做完了 全部就算做完了 按下什么 测试一下 你点它一下 你会发现 这边移动了 它会跟着一半 走一半 那这里移动了 它也会跟着 只走一半 那镜射就没有问题 上下镜射也不会有问题 所以呢 这件事情 你算是完成了 按下什么呢 关闭测试 然后呢 关闭图块 按下储存 这件事情 我们把全部关掉 删掉 我们再重新插入一次 如果我们做好了 每一件事情都做好了 你会发现 这16个 你就是一直插入而已 什么意思呢 好 我按下插入图块 点它 好 它要过来 它要过来 就做好了 那好 再插入一个 插入一个 它进来了 FIM太短了 它过来 然后它要上去 位置呢 稍微转一下 就做好了 就在另外一边 这边也一样插入 然后一样选到 它这个脚点 一样跟它讲 长度先帮我调整 然后呢 厚度帮我调整 剩下的呢 我可能要在下面 所以让我把它放到什么下面去 它就下去了 那这边也一样插入一个点 我放这里来 长度呢 也一样调整一下 宽度也调整一下 那一样 我希望它先过来 然后再下去 整件事情就很方便 那16个 16个 16个洞 你都可以用 一个动态图块 去完成它 16个洞 你就可以用 一个动态图块 去完成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就变成 比较有效率 对不对 也比较好用 所以动态图块的好处 在这边 到这里 各位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听懂 有听懂帮我打 有听懂帮我打 哇完蛋了 都没有懂字 OK啊 所以呢 动态图块的用意 就是真的 希望是让你可以 用一个图块 去完成 你想做的事情 并且是有效率 有章法 然后呢 去想做什么 其他你要做的事情 因应不同的距离 不同的厚度 去做不同的什么 变化 然后不同的方位 跟不同的方向 去做什么 调控 那这一件事情呢 在动态图块里面 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那一定会说 那老师 如果我这边要做什么 如果他这边 没有门档 怎么办 这时候你可以加什么 最后 我当我都要一点时间 如果你想要再进阶 你跟他说 可是这个有门档 我的门标 有门档怎么办 你可以跟他双点两下 按一下确定 你可以跟他说 我定义属性这边 一样你可以跟他讲 我要 这时候你要跟他讲 我要新增一个可见性 可见性 怎么做呢 一样 你到参数这里 跟他讲 我要加一个可见性 可以放到边边这边 这就是他的按钮 好 可见性 你放下去会浸泡 因为你还没设定 你设定完之后 你会有一个可见性 你们要点他一下 在你的画画面的上方 右上方一点点 点他一下 这个下是可见性状态是零 所以你可以跟他讲 我要更名一下 比如说是什么 有门档 你可以打 有门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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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有门档 不是不是这个档 门档 这个档 好 按下确定 好 你就多一个有门档的东西 然后可以再点他一下 因为我要一个无门档 所以你可以新建一个叫无门档 无门档 好 你按下确定 你发现你会有两个 一个叫有门档 一个叫无门档 好 按下确定 好 你就会发现你可以设置什么呢 在有门档的时候 是长这样子 没有问题 在无门档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这一颗 跟他讲 我在无门档的时候 你要没看到 他说死不可见什么呢 在无门档的时候 你要帮我把这两条线弄不见 我按下确定 他觉得弄不见 所以呢 他会有两个去做切换 两个去做切换 好 你关起来 储存 来了 注意看一下 你除了可以做这件事情外 我把它再插入一下 你除了可以做改变长度 你除了可以改变长度 等一下 改变长度 改变厚度 改变方向 改变上下以外 你还可以改变什么 跟他讲 我要无门档 这边就没有门档了 要有门档 就给他门档 没有门档 就不要给他门档 这件事情 这是超方便 各位有没有觉得超方便的 有的帮我答有 好不好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今天为大家准备的CAD的公开课程 就是什么 动态图块的部分 回去呢 你们可以呢 我会把影片呢 把它放出来 那如果各位你有兴趣 你可以去专营一下 希望对你后的往后的那个学习上有更更有效益的帮助 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透过什么有效率的改变 你发现其实室内设计 室内图其实就这样会比较快 而且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你只有一个图块 你只有一个可以打掉16个 那样干嘛 这么好用的东西 不用干嘛要这么辛苦 对不对 所以样这个东西呢 交给各位 那往后我也持续在开 有关于门的部分 有关于其他像桌子啦 像什么柜子啦 有关于这样的动态图块的细节 那如果你还有兴趣也欢迎你呢 你如果下次我有开放的话 你可以报名 OK 那我是IJU 你学习刀上的好朋友 各位同学 拜拜